中国新闻周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全球知名动漫IP AR罗兔独家冠名播出的周刊君聊个球 我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郭克飞 今天是由我的同事体育记者叶珠峰 和我们中国新闻周刊的副主编 韩永老师一起带大家聊 还有几个小时 卡塔尔和厄罗德尔的街舞战就要开始了 大家其实对于世界杯 对于卡塔尔很期待 这卡塔尔跟厄罗德尔怎么样 谁能赢 我猜还是厄罗德尔赢 卡塔尔人家东道主第一场 天时地利人和 19年把日本办了 那咱就赢厄罗德尔 你知道厄罗德尔有谁吗 韩老师你真说厄罗德尔有谁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卡塔尔最近几年的势头比较好 你看还是有人支持卡塔尔 但是我相信南美球队 还是比亚洲球队更有底蕴一些 从技战组能力来讲 可能还是会强一些 卡塔尔不仅仅是19年拿了一个亚洲杯 它关键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体系 就是让大家看到其实它有更大的可能性 卡塔尔在2004年花了200亿美元建了一个清训学校 这个清训学校是从法国地区非洲地区来网络 有天赋的足球小将 总裁他们现在长大了之后 就开始代表卡塔尔国家队比赛 资金投入也到位 加上一些运动员天赋也不错 再加上遇到了好的教练 可能到了现在是到了一个初手机的时候 他走的这个路中国队也走过 但是我觉得就是跟中国不太一样的有几点 一个是他是从小规划 到各地去寻找特别牛的孩子 特别有潜力的孩子 第二个是他这个事坚持下来的 从2004年开始坚持到现在夸20年了 不对 体校这个事咱熟啊 但是不是咱们后来多次论证过 说体校这个模式不行吗 咱们人卡塔尔体校都行吗 中国当时体校其实选财范围很有限 它有的就是从本省 或者最多就是从中国的国内来选 但是卡塔尔其实是从全球选 第二个是当时的体校这些孩子 其实没有给他们找到一个非常健康 同时这个又水平很高的联赛 让他们去磨练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同样是一个体校 人家能做得好 中国为啥做不好 为啥没有坚持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都是值得深思的事 刚才其实韩老师说了一个挺重要的事 说这帮孩子他们有一个比较良性的这个职业联赛 之前听说说这个阿斯巴尔体育学院 他们跟这个欧洲的一些 比如说奥利利啊 比利时一些球队啊 把孩子弄去咱那踢 当前咱是不是建计宝也 也试过也出去过 也弄过 那事怎么咱都干过呀 怎么人成了咱没成了 我就觉得是时间问题 你如果坚持20年试一试 坚持20年那就是20年往里投钱 咱已经往里投多少钱了 但是你投钱 之前投的对不对方向 你换了好几个方向了 那万一还不成呢 还不成那就 那又怎么样 就接着失败了 咱们可以再失败一次吗 小姐 完全可以再失败一次 因为中国足球目前的状态 在没有理顺这个大环境 以及各种清新制度 包括现在联赛的这个环境下 你现在短期内指望它 能够出现一个 这个追平日韩的成绩 也不现实 其实现在不是说 允不允许失败一次 中国就是现在正在失败 刚才韩老迪说卡特尔支持 所以他因为他要办这世界杯 所以他们打定主意 要把自己清讯弄好 最后在2019年建成绩了 要不咱也伸一下 有可能申请一个20年之后 30年之后的世界杯 你从现在开始培养一批运动员 那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我们真的最终 想要中国足球看到成绩 可能需要比卡特尔还长的时间 那完全有可能 因为足球本身这个项目 都个集体球员项目 都决定了 它就是一个投资周期非常长 非常要考验耐心的一个项目 卡特尔就是这些年的进步 有申办世界杯这个因素 但是其实它04年 开始做清训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申办成功 所以你要说靠一次世界杯乐 就是中国足球 我觉得不现实 我明白了 就是说其实咱们跟卡特尔比 咱们不缺钱 是吧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地点复制一学校 但是其实比较难复制的是 对于成绩 对于一代人 包括对于体育运动的理解 和对于成绩的概念 是吧 我们要给予一个运动时间 对吧 中国足球已经输的不能再输了 是吧 接下来未来的几年 可能还会继续输下去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钱就没了 你俩想不想过这事 我觉得经济体育都是要背后要投钱的 没有不投钱的 只不过就是有的项目多 有的项目少而已 像奥运会项目的个人项目 它背后的投资比之左右 肯定还是相对来说小很多 第一大球如果搞好 是没有理由没有钱的 对吧 对 你现在是很多俱乐部不愿意做了 是因为你没搞好 归根结底 还是你能不能进步的问题 就是只要是大家能看到希望 钱不是问题 所以我想看 咱们这次世界杯分组 你俩觉得说这一组 卡塔尔有没有希望出来试试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我觉得恶瓜多尔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我觉得以我对卡塔尔的了解 他们和欧洲非洲南美的球队 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你就是觉得卡塔尔没戏呗 对 反正不知道 明天咱们就看比赛了 不管是今天卡塔尔能赢掉 俄罗多尔拿到首胜 还是俄罗多尔最终刷卡成功 我们今天晚上见分晓 抽冠军两块球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